你知道吗,我们的健康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到底是什么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静雯 第一个危机就是我们的饮食并不均衡 我们现在的人越来越忙碌 每一天的三餐都是在外面解决 一般上的餐厅都是偏向高脂肪、高热量、高胆固存的食物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比较喜欢吃肉类、海鲜、多过吃蔬菜、水果 对吗?尤其是很喜欢吃猪肉、鸡肉、牛肉、羊肉和红肉等等 那么研究显示呢,这样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是导致慢性疾病的主要因素 就算是我们有吃到蔬菜水果 可是蔬菜水果有很多的农药 就比如科学家就发现 一根红萝卜里面就有超过40多种的农药和化学物 再来我们也常常吃到很多的加工食品 有吗?这些加工食品都是含有色素、防腐剂、胃精、各种各样的化学添加剂 那么这些物质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那么第二个危机就是压力 我们现在的人生活节奏很快,对吗? 每一个人都有压力,包括小孩子在内 而压力会在半个小时里面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下降高达80% 这时候疾病的产生就会高达200倍 所以要很注意 第三个健康危机就是环境的污染 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环境污染对我们健康造成的威胁 就很像每一年都会发生在马来西亚的掩埋 还有世界各地的海洋漏游事件等等 我们都避免不到的 第四个健康危机就是病毒的威胁 从普通的流感到文症到最近的新冠肺炎不断的在变种 病毒无时无刻都在威胁着我们的健康 我们看不到所以真的是防不胜防 虽然我们的健康受到这么多的威胁 但是只要我们会滋养我们的免疫系统 它就会帮助我们抵抗各种各样的疾病 因为免疫系统它是全世界最好的医生 任何的疾病的发生都必须要先攻破我们的免疫系统这个防线 它才会导致疾病的产生 所以每一天保养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又很像我们家的车都需要定期保养 都需要定期哪期service对吗 才能够用到更久走到更长远 我们也不可能走到它冒烟 走到它stop在路边 我们才去哪去维修才去保养嘛 更何况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种的话我们会一个有撕肥一个有浇水 和一个没有被我们照顾的 其实两个是生到完全不一样的对吗 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的 有保养没有保养 有照顾没有照顾 在几年里面哦 就可以看到这个差别 就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 这样子我们到底要怎样去照顾我们的免疫系统 我们的免疫系统到底需要什么营养 欢迎联系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